我們家咪咪不見了 哈囉今天是ROCK進行到第四天 然後呢今天上海又很陰 我又沒有辦法帶大家去藏書閣 我真的很希望這禮拜週末可以天氣好一點 因為我真的 這天氣這樣陰層這樣拍起來真的不好看 所以我今天就在家裡拍影片 然後今天第一個影片我拍的是 就是自助小火鍋 等一下就來看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今天的妝畫這樣子 畫比較濃一點 其實我自己在家平常我都還蠻喜歡亂畫 就是一些濃妝的什麼的 對啊 因為總是還是要一直練習一直進步 我們對面和對面的那個小朋友們 幼稚園他們又在跳TFBOYS 然後每次TFBOYS的音樂出來他們都會尖叫 所以我真的覺得超可愛的給你們看 是他們在超遠啊 他們在和的對岸 那我們就拍完影片以後我吃完再跟大家說 那假如我現在就是整個很想哭 不是因為 剛剛就是有就是一個小時之前 然後就是有就是物業的人來 就物業的那個人 一走我就發現我們家秘密不見了 然後就我怎麼找都找不到他 就我剛剛就整個就是很憔悴 然後就 我就 我就很擔心他不見 然後就整個跑去小區外面啊 然後還有大樓那邊 就是都一直在找 然後就 你知道剛剛那個什麼 就是我打架給物業的時候 物業就跟我說 監控壞掉 你知道我整個心都喊掉 然後就 因為我身上那個 我身上那個什麼 就是他那個物業的人 來這邊幫我修 修我們的衣櫃門 因為我們衣櫃門壞了嘛 然後就我剛剛 怎麼撈都撈不到他 就我剛剛把那個門一敲 衣櫃門一敲開 結果他就 他就 他就在了 就發現有找到 不然我真的 不然我真的會 我真的會對不起我自己 我真的超 我現在真的 我剛剛真的超焦慮的 好不然就是有找 有找到就好了 對啊 不然我真的會 我真的一輩子都很 就是你知道他就會很恨我自己 因為如果是我 不小心把毛蜜弄掉的話 不過好像現在找到了 終於突現了 那邊 他可能剛剛被嚇到 我剛剛 我剛剛真的超焦慮的 趕快跟他玩一下 讓他不要這麼害怕 冰冰 因為剛剛人家來看衣櫃 對 修衣櫃 所以我都一直拉那個門 所以應該是 叮叮噹噹的 他會很害怕 哎喲 幹嘛呢 媽媽抱一個 媽媽抱 媽媽 我沒當心你 剛剛心情沉澱 真的 我決定 要吃飯 所以我叫了外賣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出這樣子 一個小小的意外 我真的是 完全沒有心情做其他事情 給大家看我吃什麼 是這個 欸這家 第一次點 還不錯耶 包裝看起來 還蠻好的 然後他是專做那種 蔬食 輕食料理 打開看看 還不錯耶 看起來不錯喔 但不知道吃起來怎樣 今天vlog第四天 就到這邊結束了 下午真的是 焦慮到很累 所以 今天沒什麼 沒去什麼地方 希望明天有時間可以 還有天氣好 我就可以帶大家去藏書閣囉 好吧 那就明天見 拜拜